大家好,我是网龙网络公司宗教事业部的小云同学 AI开始为数字人注入灵魂 这几天,国内冷门歌手凭借AI翻唱再度走红 比战网有用AI模型生成了歌手孙燕姿的AI分身 其实跟车在导航上的林志玲、郭德纲类似 拿歌手本人的音频去训练 生成一个音色一模一样的孙燕姿 然后,让偶像唱自己喜欢的歌的心愿 就以这样一种跨时代的方式实现了 AI也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 海外的玩法更加超前 美国一个拥有一百八十万粉丝的23岁女网红 通过用GPT4复刻了自己的AI分身 然后同时与一千多个网友谈恋爱 每分钟收费一美元 仅一周,她就狂赚了7.16万美元 并且还远不止如此 现在她的男友还在急速增加中 目前已经增加到了近万人 排队等待与她谈恋爱时间已经长达96小时 有分析认为 按照趋势 她月入500万美元没有任何难度 如果不是技术限制 她赚到的钱将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现象已经可以充分说明 一个由AI家带来的新技术红利时代 正在被急速到来 直播带货也是虚拟IP变现最具潜力的场景之一 Z时代对社交、视频、网购等工具的使用深度 遥遥领先于全网平均水平 数字人和虚拟空间结合的新玩法 给他们带来了体验感和交互性 虚拟IP的核心粉丝 大多来自18到24岁的年轻群体 这一趋势让品牌方看到了 让产品打破圈层的机会 2020年 虚拟歌手骆天一和乐正灵等 来到淘宝直播间 为博士轮、美的、欧书丹等品牌带货 这场直播观看人数高达270万 有近200万人打赏互动 这在当时一度掀起巨大的讨论 虚拟数字人直播的时代已经来了 对虚拟分身的探索至今持续了30余年 从手绘到真人驱动 再到AI驱动 拟真感和交互性的体验进步 打开了广阔的应用场景 捐流汇城大海 AIGC帮助将普通人的外观 声音等特征全面数字化 更低的制作门槛 打开了市场的想象空间 IDC预计 到2026年 中国AI数字人市场规模 将达到102.4亿元人民币 但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决定了数字人最终的命运 同时 AI数字人具备下一代人机交互入口的前置 未来我们面对的 或不再是冰冷的屏幕 而是生动活泼的数字人类 能够挖掘最深层次的情感需求 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参与者 或许正如AI教父所言 人类只是智慧演化的过渡阶段 以便创造出数字智能 如今我们终于有一个 长得像人类的数字分身 像我们一样说话 以后或许还能像我们一样思考 感谢您收看网融网络公司 宗教事业部数字人播报 如有商务合作需求 可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有专人第一时间联系您